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就在疫情之前 万史达卡的统计 全台湾每一年出国的人次 可以排行到全世界前10名 2018年大概是1600多万人次 到了2019年到1700万人次 所以台湾人很爱旅行的 可是疫情来了之后 大家把对于出国旅行的热情 转化成在台湾旅行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忽然发现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美丽的地方 我们的城市的角落 或是我们三菱海滨的秘境 都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探访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丁荣生 我喜欢称他是一个城市的说书人 那他一直在介绍城市的美学 都市的计划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人所建设的城市 丁荣生 你好 嗨 瓜兄 好 那大家好 我们其实是很老的朋友 只是我很多年没见老 我非常喜欢看丁荣生脸书的文章 那充满了知性 然后谈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天文地理 什么都可以古今中外 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但是他永远有一个对人的包容 那诶 那个荣生 你今天要来跟我们聊原风景 你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日本的概念 那原风景其实谈的是什么 日本人谈原风景 那日本是一个发展非常极致的 东京有大概全世界最极端的 这种城市生活 可是他的一出大概 新岸线大概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就可以到最原初的 还有这种 日本的这种茅草顶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日本人呢 大部分也都出生 从这些小地方乡下地方 那么有自然风景的地方呢 然后来到城市去打拼 他的一个东京都大 这个整个东京都会 几乎是一个半的台湾 但是日本有一亿多的人口 那大部分在这个东京 然后呢金板神 然后呢福岡这一带 那其他大部分呢 都还是有一些东西 过着郊区的生活 所以他们把这种原风景呢 称为他们这个出生的地方 其实另外一个池就是李山 他们也讲李山 那李山呢就是 他们有发现他们对待这一种 他们这个故乡 他们的这种自然环境里面呢 他们要用一种比较包容的 积极的正面的心态 那这样的一个词呢 目前也转到台湾来 那台湾没有一个相对应的 可以很适当的翻的一个词汇 但是呢李山呢基本上是两个 两个字的一个合在一起的 李呢就是你住 指你住的地方 山呢就是你的环境 尤其指自然环境 那我想我很乐于 把这两个字呢合起来呢 那现在呢台湾人 我们的土地国土 这个管理单位最大的一个咖 各位大概不太 这个会想到这个单位 林务局 林务局目前也在谈台湾的 李山的一个精神 那所以从日本人呢 这种千百人的生活习惯 那台湾呢又对日本的 这种生活形态的时候 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最近晚近几年来 大家也在谈这种 从乡土的一种生活经验里面 从在地的生活经验里面 去谈到所谓的原风景 那其实大概就是一种 李山的一个精神 那所以在日本里面 它万物都是零 我觉得它是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成如我们到处都有土地公庙 那他们到处有神社 然后他们是这个神道教 什么都是可以被归纳 所以他们对这种自然的 还有人文的这种环境跟活动 非常的尊重 那我们的这一种 这个土地公呢 是一种 比较从这个求平安的一个角度 所以呢 两者出发点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种精神呢 可以晚进再慢慢慢慢 这一种一个 这一种 对环境的这种姿态里面 慢慢慢慢去理解 我的想象是这样子 我们1990年代起之前 其实都还是一种 对环境 从战后到90年代之间呢 都是一种比较节折而鱼的污水直接排放 那对自然的觉得 只要我有力发展经济就好 但是呢 从90年代到现在 也就是这二三十年之间呢 我们发现 你根本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嘛 你对环境不好 环境绝对是回铺给你嘛 那我们要怎么样对环境好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原风景真正的一个最大的精神 你怎么样去对环境的尊重 你对人的尊重 你其实就是对你自己最大好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原风景的一个最大的意境 但是呢台湾呢 现在这个词或是 不管是原风景或是李山 都还不是一个流行的词 也没有升值你的脑海 但是我们某种程度呢 行为意识形态上 都一直往上在提升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那个荣生兄大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研究都市的发展 不只是台湾 包括很多其他国家 那经常会带很多朋友 到国外去看建筑 对那因为我非常关心 丁荣生在脸书上的文章 我发现很多朋友对于建筑 或者是城市美学的启蒙 常常都是丁荣生带大家去看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台湾 好那其实丁荣生从去年大概疫情 严峻以来 就大家都不能出国以来 开始带着大家在认识台湾 一年多 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已经有差不多带了2000人次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是有多少人 络绎不绝的在台湾各地游走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丁荣生对我办法在不同的地方 找出那个地方最美的特色 让大家发现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认识过台湾 好那首先我要问 其实这是我觉得在台湾我最喜欢的城市 台南 我知道你也很喜欢台南 对那最近要去订跨年 跨年期间台南的旅馆 已经七成都订不到了 都订出去了 那丁荣生你到台南 那你会建议大家要怎么看 要看什么 好那这个国外兄这个问题 事实上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呢因为工作的经验的关系 我常常会把现象做这个归纳 然后再用我的角度去把它分析给大家听 那我不太是用学术的角度 因为我觉得学术的角度 那或是一种城市治理的角度 那对一般人来讲 他是很伤的 他一听到他就掉头就走了 所以我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用一种很甜的方式 去用渗透渗路型的 我去影响你 比如说全台湾 我们这样走 我有一次排过一个行程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有趣 我排了一个嘉义跟云宁的 那参加的大部分都是北部的朋友 就到了嘉义 高坤学教堂附近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艺术展的一个活动 到高坤学附近 马路旁边都是渔温 而且是一望无际 他们竟然怀疑说 为什么把路盖在中央 那只是经过 但是还蛮大一片的 大概走个十来分钟 他们从来不晓得他餐桌上的鱼虾 是从这里来的 OK 那好 那之后同样一天 我们到了云林 我就问了 我就真的问 你们 曾经来过云林的人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你们去云林的哪里 或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来过 32个人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次6个人喊我去过云林 所以很多人坦白讲 一过台中以后 彰化 然后一路到屏东 那个次序 那个南北次序 是不太清楚 尤其对北部人来讲 那是不太清楚 但是 他们吃饭聊天的时候 因为我会听起来 他们对京都的某一个餐厅 是有共同的记忆 共同的回忆 纽约哪一个第五大道的哪一个店 有什么东西 他们都清楚的要 那巴黎都是 所以我在称这种都会人的共同原乡 共同的原乡 搞不好不是台湾 那是真的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那也代表是我们国富民强 才有这种实力 那非常好 但是这两年 因为鎖国 全世界都在鎖国 不是台湾鎖国 是全世界都在鎖国的一个状态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所有的国家在做经济复苏里面的第一项 就是美食 第二项就是购物 第三项就是旅行 叫你认识你自己 这个同行员式的 先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然后呢 过来呢 你补足了你自己的很基本的 这个食用之后呢 他像同行员一样 他各国政府都鼓励你认识自己的家园 你不要再一再的外出 那台湾也是在这个风潮之下 那尤其台湾是一个岛国 每一次我们谈到旅游 一定搭着飞机走 大概十个人有七个半是搭着飞机走 那不把国内旅游当一回事 国内旅游就是好像只是为了 为了把这两天消化掉 那这两年呢 刚好有点倒过来 我们都是一种目的型的 这种目的型呢 在岛内的一日的旅游呢 统计最高的层数就是台南 台南大概是每一个人想去 我们有调查过 大概最想去的大概是占了70% 就是第一目标 大概就是台南 为什么呢 我也在想这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它的整个历史脉络 第二个它的现实便利性 第三个它的整个当代性跟这个过去性 是让你混融在一起 而且搭接得很好 你从来很难找到这个 比如说你可以去吃阿弥迪心 你回个头 你可以马上去找一个庙去拜拜 然后呢再转过来呢 你可以看到台南周厅呢 它现在变成台湾文学馆 这种变化 这种瞬间的变化 我形容它是在你的脑坡里面 去做一种移植的过程 那旅行其实就这样子 旅行就是灰日常 但是在这个灰日常里面 我有一让这样的一个旅行里面 去很意识形态里面 去用空间 去用艺术 去用城市发展 这样的三个大脉络 去移植你对台湾的整个 发展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待一个 就是认识台湾里面的一个潜移文化 我不灌输你说什么好或什么不好 但是我们经过挑选 比如说我们选的点 我第一团 去年六月公告一个钟头 两个游览车 两个游览车是60个人 在那时候大家还是金工之鸟的时候 我就排了五个台南的公共空间 包括山上的水道博物馆 包括走正的化石馆 包括南科的考古馆 包括和乐公园 然后还有一位导覽老师 他做的中小学 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我实时没有把握做 我能够收到多少人 结果两个车 那时候因为还要梅花座 所以只有两个车 事实上是50个人来 我就很感动 所以我那时候第二个动作 我做什么 我们去找很好的餐厅 结果那时候没有经验 从来没有在台湾里面游走过 我脱嘴了 有一车还可以 另外有一车他们觉得 那个菜可以但是太咸 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个身体体验 就非常非常的切身 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台湾 台南是我自己的故乡 我呢 在成长到高中 大部分都在台南的 青年路的所谓沈城华庙的 后面的巷弄过日子 所以我时候 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很多台南的 不是住台南市 就不是住老台南市人 会跑来跟我说你是贵族 我说怎么会有这个词 台湾没有贵族 从来台湾几百年 几十年就换一次 早期几十年就换一次的 这个政府 就换一个政府 哪来的贵族 他说不是 那个地方真的是 从这个民政时期 就有的一个城市接过 后来我就根据这个 就是很早 就在七月的时候 就有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去找沐曹清老师 陈大的沐曹清老师 我说 沐老师 台南能不能再排出一个 明清时代的一个城市的接锅 让我们去 他说有 我曾经办过一次 但我也只走过一次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出不去 我们都常常去跑去京都去看那个 一千两百多年的老城 比较他跟西安的关系 那我们何不回过头来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脉络里面 明清时代到现在大概是四百年 然后荷兰 荷兰 荷兰 年清这样的三四百年 还活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面 还透过一个城市的 很有活力的市场 庙宇 然后接屋这样的一个形式 还活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 不去看他一次呢 那我印象我想深刻 我们走了两天 第一天从九点半集合 从高点下去到九点半集合 开始走到中午十二点 就有一对母女 年轻的很时尚的母女跟他说 跟我說他没办法 你太热 那时候就七月 太热 他就那一天就走掉 而大部分里面呢 我最感动的里面 既然35个人里面有一半 大概将近18个位 是在地的台南人 而且有大学的老师 然后有一些文史工作者 他就是硬要来听 我就跟他说 这是就是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呢 要来抢这个名额呢 他跟我说 他们都是点对点的了解 从来不晓得能够串起来 好串起来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 傅老师是坚持不坐车 我们就是排那种能够走的 那么从这个美术二馆里面的巷弄 永福路中一路那个巷弄 一路走到这个 丘陵 台南是最高 台南老城区的最高点 大概有10公尺 高差有10公尺 然后呢 下午呢 跑到鸭母 阿姆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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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成功呢 很多的使用是 鄭成功 在台湾的第一晚 就在那附近度过 他上岸的第一天 在那里度过 然后呢 一路走到 这一个圆瓶巨王池 这样的一个工艇过程 大家是大概如痴如梦 真的如痴如梦 好 这调诡的一件事情 我们过了一个晚上 有几位 在台北的波特比拉工作的朋友呢 或是在迪化街那个 小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呢 他们早上早起 想要再走 走昨天的巷弄 一出去10分钟就迷路 最有趣的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的 明清里面 他不是透过线性的规划 他不是用车为主的 他是用人的步行为主 所以那个巷弄呢 经过这么历朝历代呢 的变化里面 他没有办法被更新 他在日据时期的 都市改造计划 没办法被更新 他在苏南城呢 把马路拉直 所有的串通之后呢 他没有办法更新 他在现在的都市重划里面 他都没有办法去更新 很多地方是连 消防车都进不去 可是大家过得很好 那样的一个生活经验里面 我小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我妈妈常常会带我晚上出去 走访这个街亲好友 那新美街啦 或是今天的这个瓜牛巷 都是我们那时候走的一个地方 我还在西门的这个圆房附近 丢掉一晚上 被人家捡走 丢掉一晚上隔天才回家 OK 我要讲的是 那些巷弄都有棚栽 那时候没有电视 小时候我是50年次 小时候呢都在大榕树底下摇扇子 最重要都不是那些东西 我印象里面就是花 所有的家家户 常常经常整个巷弄里面 去种一种花叫夜巷木 那汉堡都曾经在这个 静雨巷杂志里面提过 台南市呢基本上不太热 为什么呢 因为大马路之后呢 经过小巷子 那种所谓百努律定例里面 就让巷弄啊 事实上是能够通风的 所以他们 而且他是走一小段里面 会有一个庙 会有一些公共空间 有庙就有庙城 有庙城就会有树 那个地方就白天遮阴 晚上呢透过那个巷弄 那风是穿扭不息的 所以他们会在那边咬扇子 那几百年来是这样过 那一路到现在的话 现在当然晚上 现在变成很多的这种文创店 很多的好餐厅 其实这样的变化 历三四百年 玄歌不错 你说这个城市不迷人吗 那东边有一个阿明地心 西边有一个什么扇鱼面 那北部人照着 北部人中部人 或是屏东人照着名单来吃 我们才干这个事 我们是我们街头巷尾的 我的生活圈里面 哪一家能够吃什么 我们都知道 那口味是合我们的口味 所以有一句话 台南的每到十二月 跟一月的时候 国历 所有的庙都在交陪 交陪 所有的都会大出动 有人生日 所有人都来 好 他们贴了一个字 我印象非常深刻 和静平安 和我们懂 平安就是我们所求的 一辈子所求 静是什么 后来我看到一本论文 是陈大的一个 吴秉升老师写的 他去谈聚落花展 里面 就谈到很重要的东西 早期其实到了清朝 政府的力量在台湾 其实是很薄弱的 他透过庙语 透过长老制 这样的一个形式里面 他其实去治理他这个地方 那庙非常的密 你到台湾去 庙是非常的密 那个静 就是他管辖的地方 是一个社区的地方 就像我们去西班牙 我们去法国南部 天主教兴盛的地方 一个社区里面 天际线全部都是 哥德的塔楼 都是教堂 你会觉得 这个才几千人 怎么这么多的教堂 第一个当然是教派的关系 第二个也是这样的概念 一个社区的守护的一个地方 那人才会 心里才会平安 那除了物质生活里面 他也需要精神生活 他需要社交生活 那早期都是透过这个来营造 所以台南是自如死 那个听丁荣森这样讲 虽然我台南也很熟 而且我曾经在那边念书四年 我听他讲 我看他的文章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从来没有去过台南 要重新认识这个城市 好我们的第一段节目先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再请丁荣森 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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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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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长照服务需求 长照特别扣除额问题 请拨打1966长照专线 5分钟内通话免付费 一通电话 让长期照顾管理专员 协助申请长期照顾服务 及解答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相关问题 医生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爸爸应酬不开车 黄色嘟嘟安全多 应酬喝酒不过量 安全回家最上道 爸爸 要平安回家哦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哦 让我们一起尊重生命 拥抱亲情 亲爱的朋友 您还在吸烟吗 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 或拨打戒烟专线 0800636363 提醒您 最近新奇的电子烟 加热烟 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 就被认为无害 其实已经证实 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 及三手烟的危害 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 我是义工蔡依林 所有烟品都get out 我聚烟 我骄傲 教育部提醒大家 开学防疫不松懈 请家长每日量孩子体温 如有发烧请就医 并在家休息 上课时要全程佩戴口罩 踩固定座位 固定成员 使用空调时保持通风良好 用餐时踩个人套餐 使用隔板或维持社交距离 不并捉不交谈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It's a wonderful day It's a wonderful day Taipei Radio You'll be happy in the air Taipei Radio FM 93.1 到底谁当家 你来当家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公民总组笔于国豪时间 我是于国豪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城市说书人丁荣生 嗨 国豪兄 城市说书人当然是我疯的了 这个名称啦 因为我真的觉得 他真的把城市当作是一本大书 而且是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读到天文 历史 地理 自然 人文 什么都可以 所以刚刚他跟我们分享了一段台南 不过丁荣生有警告我 台南可能光讲台南就讲不完了 好 那我们先离开台南一下 那你还会分享台湾哪一个 你觉得精彩的老城市 老城其实不少 日记时期就在台湾 有都市改正的话 我印象里面是有72个城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记到的城 真正有城还在的就很真诚 但是我跳一个 刚刚讲南部 我们来跳一个北部的 那国豪兄你北部 你最想知道哪一个城市 新竹啊 我前两天才去看新竹的光影节 然后我在新竹当兵 是 那新竹大家的印象是什么 除了这个之外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在新竹的人都跟我说 新竹的好无聊 对 新竹人都这样讲 对 都讲他自己 他说假认你能够去哪里 就是去大卖场 我们新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大卖场 好 我在新竹念过书 五点下课的时候 我通常那时候我住在德行东路 我从新竹开车回来 礼拜五开车回来 如果下课跟人家这样 我可以开到九点 五点下课 九点才会到 塞车 所有的科技人 那礼拜五都会逃离新竹 然后他们的旅馆刚好颠倒了 因为他是很需要工程师的地方 所以他一到四 那个价格是高于五六日 对 高于五六 OK 好 那新竹大家的印象就是竹科 那新竹市 那偏偏是矛盾的 因为竹科给我们的全世界的印象 不只是这个台湾的印象 就是科技城 我常常出国去 我只要讲到台湾 他们就讲到半导体 就讲到手机 最明显的一般人就讲 哇 手机台湾来了 OK 那所以在台湾 真正大家对新竹的印象是什么 应该是要科技城 没有 这个城市没有给你科技城的一个想象 它没有像那颗蓝软那样的 一个很smart的 然后很光鲜亮丽的 不是 它是厂跟城市是两个灵魂 并立的在那里 那厂的人呢 这个只是活在那个城市 那晚近 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年轻的这个治理团队里面 他们意识到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去做了几个动作呢 我称为叫做城市针灸法 什么叫城市针灸法 我们会去针灸的时候 我没有真的什么大到不行的毛病 但是呢 我就是比以前的我还虚弱 所以我去找这个医生 医生呢 有各种治理方法 但是有一种方式就是针灸 让你血脉通 那这几年呢 我觉得申金主他做到这个事情 就是针灸法 他不针对一个大的接锅 也不针对去盖特别特别豪华的房子 像台北的北流 像高雄的海洋流行音乐中心 像这个卫武云区 不 他都没有办法争取到这个东西 他人口不多 他不可能去营造一个 两千人的一个管设摆在那里 然后呢 十天九天空 不可能 他养不起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从这些日据 从清代的这些新竹城 然后一路到这些日据时期的这些 公共的一些空间 他把它串联起来 让新竹的这些城市的这个可以步行 可以去读到历史的脉络 可以去感受到现代的这个生活体验 我两个礼拜前呢 我们跑去看新竹光临节 里面有一件事情 我还蛮感动 他在新竹公园呢 做了几个小案子 都是科技人跟建筑人去做的 一些案子 晚上会亮 但是呢 他时间到了 他会被撤 但是他当中有几件作品 他就是摆在公园里面 他就是让这个亮 他这种临时的东西呢 他就希望这个设计者 他能够变成一个当地社区的一个 新的一个体验 所以呢 这个城市针灸里面呢 我称他就是说 让他晚上能够出来 一个城市里面 晚上安不安全 那是全世界 一级城市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台湾在这样指标里面不差 但是如果你离开都会的话呢 你真正到了生活空间里面 其实晚上出来要做什么 那他就在那里营造 结合公园 结合一个水镇的一个散步道 把他借由这种临时的经会里面 他把他永久变成一个会亮的地方 所以让那个社区的人呢 所以晚上可以出来散步 可以带小朋友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把公共的一个空间里面呢 然后呢 透过一种思考 透过一种新的一个作为 然后呢 把青年的力量大爆发 那我讲到青年里面 还有一个案子我想提的 也就是东门市场 那太有趣了 全台湾的市场 我觉得现在都花大钱 想要去把它改造 就觉得现在的市场呢 有一些东西呢 这个不符合当的使用 但是呢 这个东门市场 他不做这样的事情 他没有这样的经贵 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他去营造一个新市场 搞不好人更少 他怎么做 他去把它清理 把那个走道清理干净 因为它是一个 原来还是一个市场卖东西的 然后上面还可以住人的一个地方 他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呢 把公共空间清理干净 然后让它楼梯能够用 然后用非常便宜的租金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去去年的台湾设计周 我们晚餐就几乎都拉到那里去 我们办好了一二十个摊子 好多人都是斜杠青年 那斜杠不是迫不得已的 晚上要拼命打工 不是 他说我白天呢 在哪一个科技公司 可是我就是泡的一手好咖啡 如果我用一两千块 我可以租到一个 大概七八瓶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就煮咖啡 给我一些朋友 能够晚上来分享 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哦 因为科技人各位也都知道 是上班时间是不固定的 是非常长的 所以我们是很多的 几个不能说很多的 几个朋友去合租 我们有排班制 我们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让这个地方 真的是悬鸽不错 晚上那个灯 简单讲 市场 真的的市场 产总市场 晚上四楼 你还愿意爬上去 可以坐下来 还可以听到故事 还可以约你的男女的朋友 一起来 我觉得这个就很棒 让年轻人愿意来这个空间 然后呢 能够穿流不息 这就是一个 城市治理里面 一个很好的一个境界 我想新竹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钱不多 可是他用一个城市的这种 所谓的针灸的概念 他集合了一二十位的 这样的一个建筑 然后科技专业的人 跟市政府团队 合组一个team 每一个地方 怎么样去把它沟通 然后去把那个地方的 一个形态里面 从一个A到B不通的 他怎么样去打通它 疏通它 好像是一个城市医生的一个角度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好 就是你顾到在地人的 一个生活的形态 然后也把最新的科技的 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去植入 install到这个空间里面 那这里呢 能够彼此变成串联 然后变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宜居城市 就很好啦 所以新竹常常会发展出 全台湾怎么样 收入最高的一个理 那不是没有 那不是好像只是为了 因为科技人的关系而已 而是他的生活空间里面 真的让他们愿意落脚在这儿 那这是我的一个 新竹的一个经验 分享给大家 新竹的确很特别 就新竹市区其实非常小 好 那很多牢房子 那旁边有很多 其实清大交大 非常多年轻人 这家科学园区非常多年轻人 那有很多所谓的新柜在那边 好 那我们不要谈这个 这么密集的一个城市 我们来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 现在台湾很红的两个地方 就新双东嘛 就是新竹 当然是这个新双东 是他们的讲法 就是新竹跟台东跟屏东 好 那我们谈完新竹 我们就要来开始谈屏东 屏东最近很红 因为电视斯卡罗 可是屏东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那么宽阔原始 然后台北 南北这么长的地方 那屏东你觉得屏东有什么 我曾经排过一个双东之旅 为了台南的一些设计的 空间设计的人排一个双东之旅 他们第一次接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每一个人几乎捧户大笑 居然能够台湾有双东之旅 好 屏东它是南北长 大概是对台湾人来讲 那是一个最长的路径 我大一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住在屏东市 结果大一下就觉得开学的时候 就跑来跟我跟大家讲说 他现在不住屏东了 我试下去了解 他住在屏东 他为什么不要 他说光寒假 就有七八个同学跑去找他 请他带他去墾丁 老天啊 那个民国去世几年的时候 屏东市到这个墾丁市要骑摩托车 单趟大概要两个半钟头到三个 还很远 对很远 你几乎可以从台北骑到台中了 所以呢 屏东这个尺度 一到的南部这个尺度 是你那一小巷 因为那个时候呢 日治时期呢 屏东是被治理成为南向政策的全境基地 所以它是热带植物非常丰盛的地方 今天50%的水果 最好的就出在屏东 好那屏东我们怎么看待 我们也从思考了这个电视剧里面 这个去理解到 台湾的历史 其实在大航海时期里面 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被探究 出来的 第二个对我来讲 是这个台湾的住民跟老外 海洋上的老外 以及这个原住民 之间的这种三角关系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理性过 那这个系里面就提醒我们 其实屏东是这样的一个 山海交汇的地方 所以台湾在称为说海洋国家 海洋国家 我觉得屏东最可去称之为海洋国家 因为它是整个现在东海跟南海里面 最接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它是一个追行体 它是一个狭长的一个追行体 所以它的户地非常有限 但是它的战略地位就变成很重要 可是生活这个地方来讲 它就是所有的交融在这个里面 那我查到一个资料 台湾虎治 那时候就在谈嫁妆 它的嫁妆是什么 各位想象一下 它的嫁妆是干燥的槟榔 挤蛋 天啊 那个是这个清以后的 所有的结婚男女 从来不会想象到的地方 是在屏东 在恒春 有些在恒春虎治 里面就谈到这个 结婚的时候 里面有一项是 槟榔 挤蛋 然后挑着槟榔来 嫁娶 所以这个东西是 是一个经济作物 那他们吃的是干燥 我为这个事情 我生平的第二次的槟榔在哪里 我第一次是在彰化吃的槟榔 为什么 我毕业后去做文化资产 就古迹的调查 到一毕业后就跑到彰化去 人家就请你 村长第一天就请你吃槟榔 你敢不吃吗 就真的吃 哇 那个真辣 第二次就是去年 我们跑到屏东去的时候 读了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讲 所有人深感兴趣 那么三十几位 有七八位 愿意去尝一下干燥的槟榔 哇 我跟你讲 是甘美的 好像橄榄一样 不比橄榄差 所以下次去横村的时候 因为斯卡罗 然后你去探究这个城市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下 这个干燥的槟榔 很像这个硬的橄榄 真的生津解渴 很有意思 那屏东我分两个去讲 一个是历史的城市里面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恒春里面的城 有百分之六十 事实上它四个城门洞都还在 然后它的市集 都还是原来的老市集 第二个它有一个门 外面 事实上是早期 他们汉民族来之后 建立了城池 跟城外的这些原住民的 这个关系的一个互动 到现在这个民俗活动都还存在 很有意思 那第二个 唯一谈人 屏东市区 屏东市区 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农业的兴奋 那所以它的市区 事实上是它的行政的机能 是非常强大 所以屏东有驻军 有政府单位 那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类似台塘这样的一个 这一种单位在那边 所以这个城市充满了 从日治时期之后的这一种 所形成的这一种空间 在这个里面 包括这个机关 包括宿舍 所以你看 它的县民公园 就是原来的台塘的地 那台塘的地 他们这几年 透过一些新的设计手法 把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景观设计 摆在一个晦气的一个河道边上 从去年到现在 我几乎一个礼拜 就看它得到一个大奖 那个县民公园的这个公园 我们称它叫做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 那它呢 大概所有全世界的空间的大奖 它全拿了 几乎全拿了 二十几个 你难以想象 多少钱 大概只有一亿多一点 那在那里可以玩多久呢 我们把 我曾经我的经验把人带去 在那边停留两个半十个钟头 人是拉不走的 好 我还错失了 他晚上点灯的时候 那真的是迷人 把一个几乎 把一个汇墟的工厂的地方 他最感动 另外我感动就是 有一个地方在施工的时候 在挖基础的时候 发现原来老的这种 机房的这个地方被找到 那根据以前就是怪手来 因为你要造土施工 怪手来就把它挖掉 没有 他们上报上去 结果他们就开会讨论 我们何不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呢 这些工厂曾经就是 我们的生活的经验里面 很多人一聊起来 那些开会的人一聊起来说 我的父母亲就在那里工作 曾经就是那个地方 怎么样怎么样 一聊都岔题了 那个主事者一听 怎么这么有趣 那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旧的 把它留着 但是用新的设计 让它串联起来 一方面你达到油气的一个目标 第二方面你把过往的历史串联起来 第三点你把那个地 在地的那个空间感的回忆 又回来 那不是很好吗 好他们就做了一个变更 他说有事我单 因为你没有造图施工 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让他得奖这么多 就是其实最大的功劳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屏东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图书馆 很老旧的一个图书馆 然后去把它做改造 然后这个建筑师 是一个非常老道的一个建筑师 那他用一个很极简的一个形式进去 把改改了改 把原来的架构都留着 大的架构 那种最花钱的都把它留着 但是他用室内 用图书馆营造的方式 安置出一个全台湾现在大概 我认为图书馆最有质感的一个地方 你很难想象 我怎么去 每一次在那个图书馆 我硬有一次去算人 我就不相信说 这个地方有什么人会来 那在一个大型的公园 就像我们228公园 就像一个大型公园 弄了一个图书馆 本来就有图书馆 那盖好以后 好像花不到这个 花了几千万而已 改造去做改造 那我就不相信 我硬去算人 花兄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算出多少人 平日的三四点 我算出232个人 你难以想象 平日下午 连台北的图书馆 最有名的这个北投的 新北投的公园 那个图书馆 那个绿建筑的代表 都没有这样的人说 我突然好后悔 我上次去就从门口经过 你没有进去 那个进去 我跟你讲 从他的 第一个 没有人知道他是老建筑盖的 第二个 他的空间手段超过20种 第三个 他的图书馆的家具 家具超过10种 第四个 他真的把一些书店 咖啡厅 然后呢 这些儿童的阅读的 跟大人看杂志 混成一团 跟整个树林在一起 对 哇 那个森林图书馆 现在很多人就直接称他叫做森林图书馆 好 绿意 你 我希望你再去的时候 以你的 以你的人生经验 你可以读出很多的 你想知道的一个线索 好 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现在已经发现 你从高雄的左银高铁站 直接到恒春 你错过了屏东 好 那最后 其实我们只有几分钟了 那我们再从屏东到台东 现在很多人移民台东了 那台东你看到什么 你会怎么讲台东 台东 我跟你讲 我们一直在讲 富国神山 富国神山 那真的是令人感动的一个事情 两个大山在那边 去弄成一个重谷 然后第二个 这样的一个重谷里面 生养了多少人 把我们台湾真正的原风景 就摆在那里 稻米 然后呢所有的田梗 所有的水流 所有的山 所有的最悠哉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穿在那里 第二个精英进去 池上的这个艺术音乐会 才刚刚结束 秋收 对 那蒋老师 蒋轩老师 还有这个林花绵老师 他们的这些精英的一个形式 那最文化的东西 进到一个最自然的地方 真是令人 这个非常感动 我觉得台湾幸好 还有一个花东的一个重谷 让我们还有一种 原风景的一个体会 那你在排双东的时候 你的台东是带大家去看哪里 我们基本上会从第一个火车站 大学的图书馆 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 当战后的时候 交通非常不便的时候 政府的力量进不去的时候 瑞士的教会来照顾台东人 他的教堂是一定要去看的 那些故事 你如果静下心来去 到现在还在运作 包括职讯中心 包括医院 包括教堂 他的教堂 基本上就是社区的长照中心 早期是托儿中心 为什么台湾的天主教 教堂常常会有幼稚园 就是战后 双新家庭的时候 教会承担这个责任 帮你照顾小孩 如今 他帮你照顾老年人 那个地方真的是会让你感动到 又落雷的地方 宫东高宫的一个教堂 要整修 缺了七百多万 我带去的八团的团员 捐了大概是两百多万 他们听了那个修女 或是他们的教会 教会的人来跟我们讲 解释这个故事 如今我们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的团员去了以后 我们都极乐于做这种事情 所以你还会带着他们走重谷吗 在你的行程里面 那你在重谷会怎么走 我们从护理一路到台东 然后就去看自然 然后去看大波池 然后他现在有很多艺术剂 所以他不会让你无聊 就是他是多元感受的 OK 那进到那里 我们会去原住民的部落 然后会去用一些他们的餐 然后会去找到一些 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 所以我们就是很在地的 以及很精英的 然后最自然的一个体会 有时候甚至会让你在那边两个钟头 我们说就让你在这里 你就在这里 他们两个钟头之后 不太容易叫回来 所以我很佩服丁荣森的就是 他在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非常的深入 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我有时候看他带着大家 是去看现代建筑 有的时候是看传统的 可能是古迹 或者是眷村 或者是自然风景等等 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事情是 我们这段时间不能出国 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好的用心认识我们的台湾 好 那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作是一本大书 我们用充满情感的角度去看他 我们会发现台湾有更多更美的角落 更多故事是我们还不了解的 好 那我们今天只讲了几个地方 那没关系 那以后也许有机会 我们大家可以跟着丁荣森一起去听他为台湾说书 谢谢丁荣森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